站庄等于给自己身体一个大扫除 有很多的庄友问站庄时间是否越长越好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站庄比的不是时间 比的是你站庄是否能达到站庄这个功效 也就是说你站的是否站对的情况下 适当的时间长点是好的 如果你在站庄中站的已经感觉到不舒适了 或者感觉到哪出现的着力将力 那么这时候你还一味的要求 我必须要站够多长时间 那么你这样站庄不但达不到站庄的一个功效 反而对身体会受到一定的损伤 站庄比时间其实就是走入了一个误区 过度的运动对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损伤 那么你站庄第二天感觉到身体有酸痛感 身体也不舒适 那就是你站庄的时间长了 要减一点时间 如果你站完庄第二天你的精神很好 那么你在站庄可以再增加一到两分钟 五分钟都是可以 所以站庄时间的标准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 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而去站庄 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讯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